我喝頭一段多 終於要講了 因為我們娃娃有很多好朋友 他在說陳大哥你有營嗎 有營了 這個時間我們現在有營 我說要談什麼 談ECFA 你是不是打錯電話 第一個 娃娃談ECFA很奇怪 第二個ECFA你找我談也很奇怪 但是為了測馬費我還是來了 不要不要 開玩笑 但是要先講清楚 我有兩個問題要講 第一個 這是不是自如性的 不是 這不是啦 你怎麼這麼大聲 這沒你做的 不是 不是 如果這自如性 我也不會來好不好 沒有 很難講 我現在要講清楚 我講很難講 我就說不是 你還說很難講 我的懷疑 我也問過製錄的 我的懷疑 因為陳大哥你知道 我這早上去 我電視台看很多 製錄人已經在前面搖頭了 不是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清楚 因為他第一段是會有困難 因為待會第三段之後 他就知道我們不是自入的 我提名你去報金馬獎 有一個是自入 因為我要跟觀眾朋友講 就是說這段意思不是對 因為我們都很熟悉 我才這樣講 沒關係 因為你在報紙上 電視上看到很多的是自入 你不曉得 針對ECFA 針對ECFA 因為我們民眾會認為 不簽ECFA我們沒有入總 所以我要先跟大家講 娃娃街這報 如果是自入的 燕利一定反彈 各位來賓已經說不通 自入也給我來 自入至少 一個來賓至少五萬 不然我們為什麼要來 對不對 這不是 這不是自入 沒有 所以我們今天只有五百 所以我們今天只有五百 沒錯 我還有台資我先來走 說什麼 五萬你就願意嗎 美金啦 還有一頂 就是說因為我在郵台走來走去 有部分的來賓 他在中國是有投資的 那個狀況又不一樣 像你說 立場就那個 對 像所長也是專業的 這幾位大家都熟 美人姐我相信你沒有 量你不敢 你就不用講 你一定沒有了 你如果有投資產就被 照樣 墊在旁邊 所以有些人他在中國 他是有利益的 他不只是經濟上 剛剛所長他們分析的這些利益 他有政治上的那些利益的時候 他說的那些利益都不準 不準 我那天在你節目我也說 我說有一個來賓 他在台北開工廠 你中國開工廠 他還沒開始做媒體人 他就在開工廠 對 他不是說我現在有名 我去開工廠 我們怎麼說的工作 他退休之後他就在那邊開工廠 那你叫他怎麼辦 你只一彈到一顆馬 都 這讚 一定要比讚 不然我一邊是怎麼辦 所以我想要先跟觀眾朋友說 你可以放心的收看這一集 因為不是自助性的 然後我們在中國 都沒有什麼利益瓜葛 所以我們說的是真的 所以我要講的還是說 大家不是說 一直要很憂慮的 反對的看他 而是他對台灣是有利 有利也有弊 我們其實今天的目的是 希望能夠透過專業 把利跟弊告訴大家 而最深遠的影響著台灣 這樣 美人你的孩子幾歲 九歲 九歲嘛 你剛剛講 你講十年後 你的小孩剛好要進社會 十九歲 對不對 那時候的台灣到底會變怎樣 我不是說 我們一直要反對他 這個不能簽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我看到太多的數據是 政府起先都用騙的 你知道 剛剛你講說他沒有半套 這也是在尹部長的時代 他在今年的四月 由國貿局出了一個Q&A 總共弄了大概40頁左右 大家可以回去看 第35頁講到勞工 有 其實那份報告我有 你有嘛 他講到勞工講什麼 他說台灣不會有人失業 AFA台灣不會有人失業 不但不會有人失業 而且會增加就業 王如璇其實在吐槽嗎 薪水還會再增加 這是今年失業的事 我沒有 我拿這個證據給大家看 好 我要講的就是說 為什麼王如璇現在又講 8萬人失業 這8萬人是誰 我們好緊張 這8萬人是誰 而且我先插個嘴 就是說其實官方的數字 出現好多不同的版本 這也是讓我非常不解的地方 老委會王如璇版本是 失業人口有8萬人 可是工業局的版本是10.5萬人 感覺上好像差2.5不是那麼多 可是增加就業機會 也是有兩個版本 然後這兩個版本的差距 就非常的大 可是上週的評估 也不是這樣子而已 對… 老委會的版本是說 增加就業機會是12萬人 然後經濟部是25萬人 所以其實你一整個新聞看一下 你會覺得補薩薩 甚至包括說 我之前有跟鄭大哥提到的 最早的時候政府說 這個所謂的早期收獲清單 會有一千多項 所謂早期收獲清單 就是指 對我們台灣比較有利的 那幾個要簽的項目 大概會有一千多項 輝瑋你這個要緊張了 這是什麼 受益產業 商品買賣運輸倉儲其他服務 你這是第一份的報告 老委會的這份 我聽鄭春琦鄭老師說 這份委託某學校做 委託多少錢 治理技術學院 委託多少錢你知道嗎 10萬 10萬就做一個 需要這麼複雜的報告 10萬 鄭老師說10萬 失去會失業的8萬人 是哪些人 然後增加就業10幾萬是哪些人 可是觀眾朋友 不能直接講解說 美人 失業8萬增加10幾萬 我們還是 夠談 這是完全兩群人對不對 可不可以講一下 如果看老委會的新聞稿 大致上它還是這樣 就是說因為它跟經濟部 還是做了很多討論 經濟部的版本很簡單 因為它已經告訴我們 關稅的效果的部分 有受益的部門跟受害的部門 受害的部門 你的產值大概會受損多少 然後它去推估就是說 大概的這個就業的機會 上市會是多少 然後當然他們會有 又有一些這個所謂的 專業調整的部分 那以老委會的說法 它是說 它已經是在很多數據裡面 挑一個比較沒有那麼保守的部分 就是說 它已經算是挑一個 比較高的這個數字 但是我要講的部分就是說 因為這個東西還是局限在 關稅減讓的這個部分的產業部門 沒有服務跟兩岸 我必須要講 我們的中小企業 至少七成是服務業 內需型的製造業 如果都加進來的話 超過八成以上 這一塊其實在貿易資料裡面 都看不出它的問題 也就是你剛剛講的服務市場的開放 對 是 所以這八萬失業是什麼 所以它八萬的失業主要就是 這些受益的這些貿易的 受害的 受關稅減讓的傷害的這些貿易 什麼行業 它如果我記得沒錯的話 在這個原來的這個 EQFA的評估報告裡面 其實電力電子業它是受害的 木製品 木製品也是受害的 那大概還有一些其他的產業 那受益比較明顯的就是那些 現在受關稅歧視比較顯著的 像比方說紡織 石化 鋼鐵 他們最後評估出來是受益 那為什麼這些部門沒有 這個關稅的這個歧視 為什麼會受害 因為當其他部門受益之後 它會競爭 會分調 會排擠很多資源 那這些人的這個生產的資源 這些部門的生產的資源 相對而言它成本可能會提高 所以它相對而言它的這個產值 就有可能會受到影響 是因為這樣 它是這個模型整個運作的原理 就是這個樣子 我之前還聽過一個股市專家 他說EQFA1000 三年之內一萬五千點 是知日可期的 你說台股啊 台股 它什麼時候講的 不是那跟時間點有關係 如果它3955點 我覺得也許有可能發生 如果它七千年獎 我覺得這個要打問號 來來來 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因為我們不用貼一個牌 也會到對不對 對啊 這些跟當環境有關係 我們都做媒體了 看那個輝文 對啊 你每天